這是第一款有減壓戶籍的媽媽包 有3D立體減壓點 背起來很舒服也很透氣 從上到下可以分五層 最多有20個口袋 不需要打開包包就可以抽濕紙巾 上層收納網袋 一打開就看得到尿布 超大收納空間非常的能裝 快拆扣設計可以掛鑰匙或奶嘴 最大可以放進15寸的筆電 太深的東西拿不到 一秒分層乾絲分離 就可以輕鬆拿到上面的東西啦 下層也多了一個好拿的分層空間 平常的擴充口袋也可以放鞋子 或是帶小孩出去玩的玩笑工具 最多可以分五層 很好找東西也很好收納 前半類口袋裡面有很多網袋 平平罐罐放這裡很適合 退退車出門也可以直接把媽媽包就掛在退車上面 這樣就可以解放雙肩被媽媽包的重量啦 而且這款媽媽包是台灣設計師台灣製造的 還有內外防潑水的功能 如果你也對這款媽媽包有興趣 請繼續看下去 我有更詳細的介紹分享給你們喔 哈囉 歡迎來到代謝的頻道 這次已經很久沒有看到我了 因為我去生了一個小孩了 然後我本來就是生了一個小孩之後 現在才有空錄影 今天有一個重要的任務 就是因為有它之後 出門要帶很多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就入手一款媽媽包 登登 這是這款 好看嗎 嗯我覺得蠻帥氣 因為一開始我跟媽媽包 感覺是很熟的感覺 很蠻搶杯 但是這款我就覺得 哎呦好像還不錯 因為顏色啊 然後外觀的設計 有沒有覺得說蠻讓我蠻想背的 功能造型兼具這樣 所以一開始我在找媽媽包的時候啊 發現就是會有很多花樣 或是做的比較女性化一點的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一個喜歡男生 幫我拿包包的人 那如果又是拿那種很女性化的包包的 罵罵包的話 我就更不想讓先生背 我自己也不想背 然後他們的品牌名稱 dai dash dai其實是台灣的台語 daiwan的dai的意思 那時候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我覺得很特別 然後因為他們是台灣的設計師 所以他們也很著重made in 台灣這一點 就是希望把機會可以給一些台灣的出群 我已經認識這個品牌很久了 大概有十年的時間吧 屁股每一款包包我都有 因為買了他們的包包 然後剛好又很喜歡 進而認識了他們的創辦人 那目前這款 它其實不叫做媽媽包 它被命名為層層包 因為它有非常多層的收納空間 可以去收納你想要的東西 那尤其是有了小孩之後 你東西真的爆炸多 然後要清楚的分類 然後又要讓先生這種生物知道的話 你更需要一個非常清楚好用的分類分層 就跟你先生解釋說 什麼東西在哪裡 就我們這次帶小松露一起去紐西蘭 然後玩了15天的時間 更可以深刻覺得它真的是 背起來好背 然後拍照也好看 重點是很實用 它的分層真的是很多 因為像它現在是很小嘛 它現在零歲10個月而已 所以我們帶的東西主要是 以它的奶跟簡單的玩具為主 那你在更大的話 你可能要帶的東西又不太一樣 依照你們自己實際的使用方式為主 那我現在就一一來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跟先生是怎麼使用它的 然後一開始先生是怎麼學外使用它的 但是現在它的外觀 它做的是減壓的設計 這三塊 就是給你足夠的減壓空間 還有背帶的部分 也是就是讓你可以在背的時候會比較舒適 之前有看過一個說法就是 你要找媽媽包 倒不如找登山包 那我覺得這裡有點結合登山包的概念 你在背的時候 你但是要好杯可以減壓杯的酒 還是一個好的包包嗎 那媽媽包本來東西很多 然後就很重 所以你減壓設計一定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這邊可以掛在娃娃車上面 所以很方便 它的背帶的這邊 可以直接掛在娃娃車上面 當作推車出門的用的媽媽包 我自己在使用上 這個包包它 包裝很多東西所以它會很重 那有時候寶寶沒有在推車上的時候 推車有可能會容易 因為這個包包而傾倒 所以要看你們家的推車是不是那種 戰車類的 如果是戰車類的話應該就不會有這種 寶寶不在上面 然後推車會倒的狀況 好那我先看它的第一層設計 最上面有一個隱藏式的拉鍊 它可以直接抽出濕紙巾 包包都不用打開 你也不用找 你就說這個就是放濕紙巾的地方 再來打開一層上面的上車 這邊非常明顯的是尿布門 通常我出門的話都會帶 一次帶五到六片的尿布 因為就是剛好一天的用量 或是有時候它炸死啊或是什麼意外的狀況的話 就是大概足夠的分量是這樣子的 其實它還可以放更多東西喔 空間還蠻足的 這邊魔鬼單 就獅子巾可以藏在這裡 打開就看得到尿布 這種先生應該不用嚼吧 對啊 所以以後換尿布就是 就是這邊就夠了 其他都不用砍 謝謝介紹外面 就是前面它有一個收納袋 這邊我覺得很好用 要放糖拿到的東西 這邊可以完全打開 給你們看有什麼 然後問一 屁屁膏萬用膏 是在紐西蘭買的 我們在紐西蘭的時候 因為太乾燥了 所以它皮膚變超差超差 都是一些一顆粒啊 然後紅腫 所以就是可以用這個方法擦 那再一層 寶寶防曬 然後這邊有兩個是 平常我就一定會攜帶出門的 胖菌液跟乾洗手 就是你出門 就是我們寶寶過餐飲的之前 我都一定會先把它噴過一次 然後擦過一次 然後吃飯之前還要洗手 去外面尿布台的時候 我們也都會先習慣噴一噴 不然那個很多人用 還有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很重要 就寶寶出門要帶的 寶寶出門 要幫他裝扮一下 嗯 呵呵呵 你可愛嗎 呵呵呵 他可能他就弄下來了 好 好 弄下來了 好 那我外面的話 還有一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夾身 他平常可以放雨傘 我這邊的話是放寶寶小口罩 還有塑膠袋 就是以防 可能你突然吐完 或是因為不臭臭的需要裝 然後沒有地方丟的時候 可以用 這樣 旁邊這個小袋子 它有一個作用 就是你可以把你需要的東西扣在上面 它兩邊都有這個設計 你看我這邊 我這邊的話就是放了買水盒 把它放在這邊 因為雨傘其實也可以掛 因為在有扣環的東西 你都可以掛在這邊 很方便 然後再看裡面 看一下裡面我裝了多小東西 它其實是米餅 很重要 它隨時鬧的時候就立馬給它吃 所以我都會放在最上層 再來是玩具 我通常都會帶一個他喜歡的玩具 然後這個是必帶的轉轉樂 就是你不管到安廳啊什麼的 它是飛機上 你就直接黏在那個飛機的螢幕上面 然後它就可以在那邊玩 他很喜歡這個 像在那邊看的 我超喜歡的 再來有燜燒鍋 就是放它的寶寶粥的 這個是玩具的一種 它也就要用這個玩具 你看我這個身手了 好好好 再來還有一個是寶溫瓶 它有奶用的 它有奶用的 那當然就是用奶瓶 我通常是帶泡氣勢奶瓶 我現在是習慣 就是一次帶三個奶水頭出門這樣子 然後就是 你在用餐的時候 趕快撿碎食物的 要吃寶寶粥的餐主 奶粉 我喜歡帶這種 很方便 一顆一顆的 泡氣勢兜兜 然後這一層 就是會放他喜歡的繪本 就有時候比較重啦 但是就是看個人 如果有帶玩具的話 我不一定會帶繪本 它剛好有一個可以放筆電的空間 就是你可以放書啦 什麼的 放自己的東西都可以 那外面還有一個神奇的設計 為什麼它叫做層層包 它可以分層 你的想像中 它裡面就是一個超大的空間 但它其實旁邊這邊 它有分層上層跟下層 你可以用它是一個空間 但你也可以分層上層或是下層 它下層 這邊打開就可以直接用 你就不用 打開前面 你就不用手伸到很下面很下面 才找到你要的東西 因為有分層的關係 你打開這邊 我這邊習慣 第一層就先放衛生紙 那裡面會放一些比較少用到的東西 給你們看有什麼 我這邊放的是 它的備用衣 因為它真的 有機會炸死的時候會使用 然後再來是口水晶 最後一個是 它的那個萬用毯 比如說天氣冷 然後你逛我百貨公司的時候 它突然睡著了就會讓它用 外面它還有一個小的收納袋 可以放一個有卡 就是你要逼卡什麼 難多一點你可以不用打開 直接這樣逼就可以了 它就感應得到 那最下面 剛剛不是說這邊有三塊減壓備點嗎 它最下面的話是 可以放一些小東西 我們是 因為我們剛出國回來 我們放的是護照 護照 我們放三本大小鋼 然後我會多放一支筆 因為你可能要簽一些入鏡卡的時候 要使用 這邊都可以放得下的沒有東西 那你看這邊又還有一條這個 這個是什麼 你不知道是什麼吧 那你插在行李箱上去 對我們這次出國 就覺得這個東西超好用 直接掛在那個行李箱裡面 你就連背都不用背 然後或者是你的推測已經拖勻之後 你有手提行李的話 你就直接把它掛上去 然後就可以放著雙手 跟你的肩膀 對 肩膀都拿在背包包用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可以整個打開 讓你看得更清楚 拿一點把它打開 先把它打開 剛剛不是說有一個層層包 就是下面可以伸進的地方 就是這邊的設計 原本的話是一個 整個大空間嘛 然後你可以把它 拉起來 它就會變成一個 立體的空間 下面你就可以放的東西 那旁邊這邊還有一個就是 太拆扣 像是你掛的鑰匙 這樣可以直接打開 因為我們出國很久一陣子了 然後就是不知道鑰匙放在哪裡 所以就直接把它 掛在這邊 就是一個 不起眼 但是很重要的地方 那我覺得就是媽媽幫很重要 就是教育先生 什麼東西放在哪裡 那你現在都知道什麼東西放在哪裡了吧 嗯 蠻簡單的 那我上手吧 通常我剛剛講說打開哪一層看到的地方 放在哪裡他就知道了 它都很好 打開就看得到所有的東西 每一個地方都是 不管是上面打開 或是這邊打開 或是旁邊的側發展開 都是一樣 簡而言之就是它是一個 好用好看 男生背影很可疑 又實用的寶寶 嗯 嗯 對 你覺得它真的很好用 這還蠻好用的 它空間 它用得很好 別放很多東西 不好意思 它因為現在 它在發燒 所以它人不是很舒服 嗯 辛苦你了 辛苦辛苦了 要一起工作 我們介紹就先到這邊 那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就是我的留言出國 我會放木枝的連結在下面給你們 就先這樣囉 就是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按讚訂閱 這樣分享喔 謝謝 哈哈 林娜